安倍在他罰強大民意支持下 力推新的安保法 一向反戰的日本動畫大師龔祈俊 都公開批評安倍愚蠢 年屆74歲的龔祈俊 日前在東京開記者會 強調他反對新的安保法 他說法案一旦通過 日本對戰爭的責任會再變得曖昧 說日本想以軍事力量 壓制中國的擴張是不可能 他認為安倍力推新的安保法 是想做一個修憲的偉人 劉明清史 但這個想法很愚蠢 他又建議安倍在稍後發表的 戰後70週年說 必須要明確指出 侵略戰爭是完全錯誤 並且要深刻反省